第139篇 大卫的诗 焦宇灵长 耶和华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 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 都是一样 我的废福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腹避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 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 奇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号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 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 也妄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会不会是说他 会不会是说他 我会不会是说他 恶行的 有什么恶行的 同时 如果他们说他有一点 或是说他会不会是说他 他会不会是说他 并非说他会不会是说他